大家好,又是一個美好的一天 各位養生的朋友,我現在要介紹 怎麼來進行養生的一天的開始 早餐是最重要的 就是打一個芹菜汁 但是芹菜因為太涼 所以本人覺得不建議 在冬天的早餐一開始就吃 所以我會搭配著一個紅豆湯圓 先吃著這紅豆湯圓軟胃以後 然後再來製作我的芹菜汁 好,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把芹菜汁 這在Costco買的,很便宜 然後用水沖洗一下 然後洗完以後呢 就可以放到這個 果汁機來打 我想任何果汁機都可以 我們家用的是Vitamix 稍微比較有力一點 然後呢,我的建議是 先用一個低速的 先把它打一打,最後再用高速 那因為在打的時候會太慘 所以先暫停 等一下打完成果 我再給你們看一下 好,照一下這個 來,照一下這個芹菜裡面 看一下這個現在是低速的打成這樣 OK,然後我要馬上換成高速 好,現在高速已經打完了 再看一下這個成果 那有人說要加一點水 但是我覺得可能會有稀釋作用 就是個人喜好 好,所以這樣的話就可以準備 把這個倒出來使用了 好,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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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謝謝大家